看真实案例品人间悲欢 大家好我是Ray 欢迎打开MR档案 如果您在两个多月前上网搜索五亿这个词条 除了有人问五亿后面到底几个零之外 跳出来的全部都是五亿探长雷洛传 毕竟那时一部从90年代就红遍了整个华语圈的经典老港片 刘德华 张敏 邱书珍等一众一线影星出演真人真事改编 再加上名字中的五亿二字 让人觉得既富贵逼人又高不可攀 可是最近的一段时间 台湾五亿高中生却直接把探长给挤了下去 霸榜热搜 这个事件不仅涉及五亿巨额财产 离奇死亡 遗产大战 还有公共爬灰 媳妇乱伦生子 以及男男同性结婚等一系列家庭伦理高写大戏 人没了 钱还在的情境下 才能看透人性中最真实 最不堪的一面 下面就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五亿少年的故事 同时讲讲遗产以及遗产背后酝酿着的重重杀鸡 出于对被害人身份信息的保护 这位18岁的赖姓少年被台湾媒体称作赖小弟 那么下面我们也这么称呼他 赖小弟其实也算得上是人生赢家了 在他只有两岁的时候 身家亿万的祖父就把名下30多处房产 陆陆续续转到他名下 而等到赖小弟18岁刚成年 祖父去世 所有的财产就都留给了他 总价值超过五亿新台币 如果按照这个剧本发展下去 就算赖小弟不成为王思聪那样的公子哥 富二代 至少这辈子生活富足 起码当个包租公是绰绰有余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 这五亿财富在他的手里还没物热呢 就出事了 2023年5月4日中午时分 台中市北屯区警方接到报案 说有人在马路上发现了一名毫无知觉的年轻男子 疑似突发疾病晕倒 很快警方和急救人员就赶到了现场 发现那名男青年已经呼吸脉搏全无 在仔细检查了尸体周围的痕迹之后 他们发现在死者身下的地面出现了明显的凹痕 可能是重击坠落造成 于是警方怀疑男子是跳楼轻生 由于在死者的身上找不到任何的身份证件 警方只能在围观群众以及附近居民当中进行调查收集信息 同时将遗体送往殡仪馆保存等法医进一步的尸检 结果殡仪馆老板在进行登记的时候 觉得死者有些眼熟 他仔细回忆 想起来这个年轻人就在几天前才来过这儿 当时是给富豪老赖出病 他作为晚辈福灵 于是老板赶紧联系了赖小弟的母亲 让他过来认诗 看着已经冰冷到儿子 赖母当场哭得晕死过去 短短一周之内 家里就要办一老一哨两场丧事 接踵而来的悲剧让他的精神几乎崩溃 他想不通的是 儿子明明早上还好好的 骑着新买的机车出门找朋友聚会 怎么仅仅隔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天人两隔了呢 不过更大的刺激还在后面 赖小弟尸骨未寒 突然有人拿着一张结婚证找上门来 要求以配偶的身份 获得他身后的遗产所有权 啥 儿子居然已经结婚了 当妈的却不知道 赖母惊讶万分 可是手上的这张结婚证 却是千真万确 更让他觉得难以置信的是 儿子的结婚日期 居然就是今天早上九点 距离他被发现死亡 只有不到三个小时 而这个事最最最大的一颗雷 是儿子的另一半 竟然是一个24岁的男性 对了 你没看错 赖小弟不仅是来了个男男闪婚 还在短短两个小时内就命丧黄泉 留下身后五亿巨额财产 整个事情可谓是雷上加雷 一雷更比一雷小 那么这个事情中最重要的那位赖小弟的伴侣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 说起来啊 这个姓夏的年轻人跟赖家多少有点渊源 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地产律师 也就是台湾所说的地产士 前面也提到过 早在十多年前 赖小弟的爷爷就陆陆续续的把名下的房产 过户给了孙子 而这三十多次的产权变更 都是由这个夏姓地产士负责办理的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啊 夏家公子因为跟赖小弟年龄相仿 性格相投成为了朋友 但是他俩怎么从朋友变成基友 然后又有了共度一生的同性婚姻 这中间的转变啊 让赖小弟的母亲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啊 儿子一直是喜欢女生的 在几个月前 因为向同校的女生表白悲剧 深受打击的他呢 还向学校寻求过心理辅导 如果说赖小弟的转变 让人觉得猝不及防 那么那个夏小哥 更能称得上是弯直不分了 在事情发生之后啊 又有女生出来说 他才是夏小哥交往近两年的正牌女友 不仅有同学朋友为证 连双方家长都很认同二人的关系 所以啊 人们不禁要对赖小弟和夏小哥之间的兴趣向 画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他俩登记结婚的过程啊 更是显得如同儿戏 根据赖母所说 事发当天早上 赖小弟接到了夏小哥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要交他一些房地产的知识 让他带着证件一起出门 结果这个房地产知识课突然就变成了 现在同性恋婚姻合法了 不然咱们俩就去公正结婚吧 然后俩人就骑着机车 衣服都没换 就跑去领结婚证了 不仅是没有礼服戒指鲜花 连证婚人都是在街上随便拉来的陌生人 这个证婚人回忆说 这两个人啊 年纪大一点的那个夏小哥跑过来说 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一对同性恋 但是得不到家人的祝福 更找不到证婚人帮助我们 如果你支持同性婚姻 能不能当我们的证婚人 给我们签个字 而一旁的赖小弟呢 则非常腼腆地站在那一言不发 好心的陌生人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但是出于同情 以及被这个勇敢追求真爱的故事 说得上了头 于是稀里糊涂地 就给他俩签了字 于是呢 在这天的早上九点 俩人就在法律上 成为了婚姻伴侣 为了庆祝新婚 夏小哥把赖小弟带到了 自己的房子里喝酒庆祝 谁知道才隔了两个小时 赖小弟就从十楼窗台 不幸坠楼身亡 从时间上来看 夏小哥堪称是创造了 从未婚到已婚到丧偶 三连跳的最短记录 而财富暴涨的记录 可能对他来说更加的重要 因为赖小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 按照法律 作为他合法配偶的夏小哥 将对他的五亿遗产 拥有继承权 至少可以分到两亿五千万台币 换成美元 大约七百九十万 只能说 还面对这样的巨额财产 别说是值得变弯的 就是拧成麻花 估计都有人趋之若鹜 而被这笔钱吸引来的 可远远不止夏小哥这一个 在赖小弟死因未定尸骨未寒的时候 又有四位赖姓家人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 其实也有权利分得一杯羹 他们四人 是已经去世的赖家爷爷的子女 从辈分上的关系来说 是赖小弟的姑姑和伯父 四个人都表示 父亲的财产 被他全部留给了孙子赖小弟 反而作为第二代的儿子和女儿 一分钱没有 那就算是爷爷孙子格戴清 这也太过分了吧 已经不是偏心能形容了 然而随着媒体的进一步巴掘 他们发现了又一个天雷滚滚的隐情 那就是赖小弟 其实并不是赖老伯的孙子 而是他的儿子 什么 难道这起武艺迷案 居然又牵扯出一桩家庭丑闻 赖老伯色心不死化身假针 爬归了儿媳妇秦可卿吗 而现实中发生的事 给吃瓜群众的想象力插上翅膀 恐怕都跟不上情节的变换 根据进一步的信息挖掘 原来当年赖老伯和原配妻子 育有三女二儿 但是其中的二儿子患有智力障碍 连生活自理都很难做到 这种情况自然让他成为了 婚恋市场的老大男 而为了解决儿子的人生大事 赖老伯运用了超能力 在1999年的时候 花钱去跨国婚姻中介 给儿子找了一个印尼媳妇 婚后这个印尼女子 每个月都会从赖老伯那领工资 与其说是儿媳 还不如说是雇佣来 照顾二儿子的一个住家保姆 不过不久以后 她还是给赖家二少 生下过一个女儿 可是求孙心切的赖老伯 居然动起了龌龊念头 要亲自提枪上阵 让儿媳妇延续香火 这个印尼女子坚决不从 在多次被赖老伯动手动脚之后 她愤而提出离婚 带着年幼的女儿 逃离了这个老变态的魔爪 但是贼心不死的赖老伯 并没有就此罢休 而是又给儿子找了一个 大陆来的陈姓女子结婚 这个陈女士 倒是一直在赖家待了下去 还生了一个儿子 也就是后来继承了 全部家产的赖小弟 而公公和媳妇之间的 不得人之恋 在2006年的时候 就被赖老伯的原配妻子 捉奸在床了 根据原配的回忆 她某日回家 发现屋子房门紧锁 隔着门都能听到 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 于是她搬来两把椅子 叠在一起 也不顾危险 颤微微地爬上去 从屋子的气窗网里看 一入眼帘的呢 是一束梨花鸭海棠 恭勇而喜搞一起 原配老太气得 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她压抑心中的怒火 不动声色地 继续忍让着过日子 孙子赖小弟出生后 奶奶看她怎么都不像 痴痴傻傻的儿子 反而是相足的赖老伯 于是她在一次 给孙子喂完饭之后 偷偷地藏起了 吃过的勺子 用上面的唾液 去找机构验了DNA 结果 这个孙子跟老太太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反而是跟赖老伯 是直系二代 也就是说 赖小弟名义上的父亲 其实是他哥哥 还天天叫着的爷爷 其实是他爸爸 遭遇了多重被叛的 原配老太 终于将赖老伯和儿媳 以通奸罪告上了法庭 在等待开庭的过程中 赖老伯也彻底 破罐子破摔 豁出去了 他将原配老太 赶出了家门 这一做法 也彻底激怒了 另外几个智商和生理 都很正常的子女 他们全部都站在了 母亲这边 斥责赖老伯 为老不尊 爬回丢人 其中女儿 更是一针见血 我的孩子叫你阿公 但是你跟自己 儿媳生的孩子 难道也叫你阿公 被当众揭穿了丑事 赖老伯恼羞成怒 更是把儿子 女儿都一起赶了出去 就留了那个智商 低下的残疾儿子 跟自己有一腿的媳妇 以及名为孙子 实为儿子的赖小弟 住在家里 也许是众叛清理 也许是被媳妇 吹了不少的枕边风 赖老伯也就在这个时候 开始把名下的房产 财产 陆续以赠予的方式 过户给了 还在强保之中的赖小弟 因为DNA证据确凿 赖老伯和媳妇 最后都被判通奸罪成立 处以三个月的刑期 并且还进行了罚款 他们二人不服 提出上诉 而这个时候 台湾立法院 正在针对刑法中的通奸罪 是否违宪 进行激烈的辩论 于是赖老伯的案子 就正好遇到了 这个废除通奸罪的东风 一路被搁着了下来 为二人免除了牢狱之灾 而在这场漫长的官司中 那个夹在中间的智障二儿子 已在2008年去世 儿子一死 赖老伯和儿媳妇 更是没了道德上的顾忌 他刚才通过法律手段 收养了孙子赖小弟 用来解决辈分上的尴尬 而在那之后 赖老伯更是加紧 把所有的财产 都过继给了 这个最小的儿子 其他子女 以及离了婚的原配 是一个等都拿不到 这样如蚂蚁搬家一般的 转账转产权 整整进行了十多年 终于在赖小弟 18岁后没多久 全部转入了他的名下 让他小小年纪 就成为了一个亿万富豪 确认这些钱 多到足够让赖小弟 一辈子躺平享受之后 赖老伯也放心地躺平了 2023年4月底 83岁的赖老伯去世 由于财产 在他生前就已经完成的转移 他也成功规避掉了 巨额的遗产税 可是谁也没想到 才刚刚过了一个礼拜 赖小弟也跟着撒手人寰 这笔武艺财产 最终还是没能逃过 成为遗产的命运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 赖老伯的子女们 都不禁发出感慨 说整件事情 都是大人在造孽 小孩子真的是无辜的 但是同时也表示 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过去的已经过去 家属们也都不想再被打扰了 这里面 除了死者为大外 另外一层原因是 他们不管是生理上 还是法律上 属于赖小弟的大哥大姐 根据台湾民法中 有关继承权的规定 首先应该是配偶 子女 父母 然后才能轮得上是兄弟姐妹 而他们这样同父异母的 还会更靠后一些 哪怕是打官司 争遗产胜诉了 除去诉讼和律师的费用 到手里的还不知道能胜多少 所以还不如放弃 做个顺水人情算了 但是另外两家 能拿到大头的 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由于赖小弟 并没有子女 所以继承顺位 就落到了配偶夏小哥 和生母陈女士手里 如果不出意外 那么两个人可以对伴平分 对此 陈女士首先表示了不服 他认为儿子不仅是被骗成婚 还惨遭毒手 别说是分走一半财产了 夏小哥是要作为谋杀贩坐牢的 他给出的推论 是夏小哥的父亲 作为一个经手的 所有财产交割手续的地产士 非常了解赖小弟 已经成为了一个身家几亿的隐形富豪 于是派出儿子数出美男计 引诱年少无知的赖小弟签字结婚 然后痛下杀手推他坠楼 而支持这个说法的物证 来自于一个叫高大成的资深法医 他从业三十余年 参与验尸的遗体超过一万句 但是他一眼就觉得 赖小弟的死亡充满了蹊跷 似乎并不像是一起普通的跳楼自杀案 首先是发现尸体的位置 如果按照自主跳楼的说法 会使一个小泡雾线的状态落下 他的落地位置至少会距离大楼三米 但实际上赖小弟的掉落 是在大楼旁边只有几十公分的地方 不过也有其他的法医提出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那就是赖小弟可能是站在阳台外部 以一个几乎垂直的方式跳下的 或者是用手抓住阳台栏杆身体悬空 最后因为臂力透支掉落 这样就不存在抛物线了 但是问题是 大楼在靠近二楼外墙的位置 修建有一个挡羽的平台 如果是从高处竖直落到上面 强大的下坠力量会将人向外弹开 同样也不会落在尸体现在的位置 只能说以赖小弟的身高体重 以及十层楼的高度 要完成这样一个坠楼 难度上堪比奥运会的高台跳水 而且还得是世界冠军级别的入水 才能让他全身只有手腕处发生骨折 其他的骨骼都完好无损 之后在家属的授权下 高大成又拿到了赖小弟的急救和试检报告 并从中列出了四大疑点 分别是右手臂的四个针孔 左手腕的拉扯伤 脖子上的勒痕 以及嘴唇内侧牙齿咬合形成的瘀伤 高大成法医认为 这些都是属于生前伤 尤其是最后两种 多半只会出现在窒息的情况下 很有可能 赖小弟是被人勒住脖子之后 注射了可以使他心脏麻痹的药物 然后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 被推下楼 而且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楼层 而不是夏小哥住的十楼 在强大的舆情压力下 警方继续对赖小弟的死亡案件 进行了调查 包括走访楼里的每户住户 其中重点放在了三楼和八楼 原因是三楼有一处房产 曾经登记在夏小哥父亲的名下 而八楼则住着夏小哥父母的一位朋友 结果不管是三楼还是八楼阳台的方向 都跟赖小弟尸体的位置不符 屋内也没有发现和他相符的DNA 排除了案发现场的可能性 十楼的左右邻居表示 案发当天并没有听到二人争吵 更没有打斗的声音 而根据夏小哥的说法 当时两个人在喝了几杯酒之后 他就去浴室冲凉 出来发现赖小弟不在 还以为他是回家了 于是也没有在意 但是奇怪的是 后来在发现赖小弟坠楼之后 警方其实在围观的人群中 看到夏小哥在场 他身心冷漠而疏离 在警察询问是否有人认识死者的时候 他也一言不发 根本看不出有一点 和赖小弟新婚的感情在 而大楼电梯中的监控则显示 两个人在十点左右 一起坐电梯来到十楼 其间赖小弟抬起右手挠头 手上看不到 后来尸体上出现的伤痕 而夏小哥则全程紧张地 看向电梯的按钮 两个人没有任何语言沟通和肢体接触 夏小哥的这些反常的举动 让本来就疑点众多的案子 更加扑朔迷离 而在脸书上也出现了一个叫 五亿高中生要真相上街头的社群 短短几天内就有超过八千人加入 表达对警方侦办案件的不满 舆论的压力越来越大 检方在六月六日 也就是赖小弟坠楼后一个多月 又公布了一份鉴定报告 表示赖小弟的死符合高处坠落 并不存在他杀的可能性 并且竹条反驳了高大成法医 提出的那些疑点 在检方新的尸检报告中 法医表示赖小弟 其实体内有多处肋骨骨折 脏器被刺破产生了大量的内出血 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这与之前高大成法医的说法不同 而诸如仅有首二骨折 出血量只有800cc等 检方认为是之前两次报告记录不良 导致了疏漏属于不实信息 检方还对赖小弟的血液 进行了上千种不同的毒物测验 结果全部为阴性 就连酒精的测试都为零 至于手臂针孔呢 从位置和大小来看 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在急救车上 救护人员扎入滞留针所留下的 跟谋杀扯不上关系 同样啊 他口中牙齿造成的伤痕 以及脖子上的瘀伤 都是在抢救过程中 插管手法粗暴所形成 由于在石楼的阳台上栏杆外侧 发现了赖小弟的指纹和DNA 以及指甲的抓痕 于是警方推断 是他在自主翻过栏杆之后 不幸失足坠落 并没有外力介入 而那个最不可思议的落地位置 警方也给出了一个解释 在大楼的遮雨棚上 发现了重物掉落的痕迹 而赖小弟后背的两道划痕 也跟雨棚突出的尖角形状相符 而旁边的大树上 也有不少的树枝发现了断裂 因此呢可以认定 赖小弟是先掉在雨棚上 被弹起撞到了一边的大树 然后又反弹了一次 在这两次改变坠楼方向之后 最后掉到了大楼的旁边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根据这个报告结论呢 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 在6月21日就宣布此案结案 下姓父子 因无直接杀人证据而不予起诉 但是这个结果 不仅没能平息人们对此事的争议 反而是愈演愈烈 有人质疑说 现场在夏小哥的屋子里 发现了好几个 沾染了赖小弟DNA的酒杯 他也承认说两人都有喝酒 那么为什么 还不到一个小时后 赖小弟的血液里 酒精含量就为零了呢 酒量再好 也不可能有这么快的代谢速度 因此 怀疑血样被人掉包了 才会酒精和毒物都检测不到 而另一大疑点呢 是按照警方的说法 赖小弟是背部撞击雨棚后被弹飞 在从10楼到2楼的重力加速度下 他的脊椎却并没有出现受伤或者断裂 这本身就不合情理 更别说为何赖小弟会继承武艺财产 刚刚结婚 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选择轻生 而且还不流之言片语 让人无法理解他这么做的动机和原因 对这最后一个问题 夏小哥和其父亲一直都选择保持沉默 直到一个多月以后 才对媒体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短的声明 表示目前各方的猜测都非事情的全貌 一切应以司法调查结果为准 并且还强调说 赖小弟的母亲是出于他自己的立场 才会说出那些话 其实都是他自己的片面之词 不能代表真相 那么赖小弟的母亲到底是个什么立场呢 有媒体收到了一封2000多字的常文爆料 自称是了解赖家家事的知情人 说赖小弟的母亲陈女士有盗窃前科 以至于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 拿到台湾的身份证 只能嫁给智利低下的赖家二儿子 来换取合法身份 后来和公公乱伦被抓包 儿子也被DNA证实并非赖家二儿子所生 所以被认定婚姻无效 身份被注销 由于他一直没跟赖老婆结婚 所以只能以照顾幼子为理由留在台湾 但是随着赖老婆的去世 以及赖小弟年满18 很快将会面临被遣返的命运 也就是说 不管是出于争夺儿子的遗产 还是要获得合法身份 死科下家父子 跟他们打官司 都是他最佳且唯一的选择 对于赖小弟来说 如果非得要找一个自尽的理由的话 也可能会出现在他原生的家庭上 由于之前母亲和公公的通奸案 闹得沸沸扬扬 让赖小弟从小就在学校里 成为被嘲笑和被霸凌的对象 一生都背负着乱伦孩子的沉重压力 尤其是在名义上的父亲 实则是哥哥的赖家二儿子去世之后 对赖小弟的心理 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因为他即使支离地下 但却是这个家里跟赖小弟最亲近 交往起来最无负担的一个人 在这样长期压抑的家庭中成长 其实前不前对他来说真的无所谓 逃离母亲的掌控 也许才是他最渴望的 所以他也许是在喝了几杯酒之后 或者是在新婚丈夫下小哥的某些暗示下 最后选择了轻生 当然了 这也只能算是爆料人的一面之词 要知道 面对五亿巨款 再纯粹的亲情和爱情 都会染上阴谋论的色彩 而有关此案的最新后续消息 是尽管检方不对夏家父子进行公诉 但是也同时宣布 夏小哥和赖小弟的婚姻无效 理由呢 是他们的婚姻登记信息不实 这样一来 夏小哥能分得一半遗产的可能性 就微乎其微了 不过赖小弟的母亲 并没有放弃对他进行追责 在7月3日 他委托律师对杀人罪 不起诉一事申请在意 而在7月28日 台中高分检宣布会对此案进行续查 而按照这个受理的速度 本案到水落石出 也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看了这个故事 心中百味杂陈之鱼 也不禁感慨老祖宗当年造字 真的是非常形象且有远见 因为你看这个钱字 一边是金 一边是两个鸽子叠在一起 换句话来说 就是钱字里头两把刀 杀了别人 杀自己 感谢收看MR档案 如果你觉得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 怎么呢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